这叫楼竹 楼竹干嘛用啊? 楼竹是一种中草药 是有清热解毒 生经止渴的功效 它的用处可大了 我们通常用叶子去包粽子 包粽子的话 叶子把它在水里蒸一下 然后就可以包粽子了 包完粽子 它这个枝叶就会进入 这种子的大米里头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然后肘笋也是一种中药草 这个在我们乳山营 到处都是 你这是在小猴家这个野地里采的吗? 就是多的很 那对你来说是宝贝了 我刚刚开始听那个孙教授讲 不是我听那个陈博士讲 管你叫医生 李医生 原来是心脏内科的医生 是医生 这是郝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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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门大名 我听那个陈博士经常提起你来 我刚从美国回来 刚从美国回来 也去采这个 郝总是德州民医世家 中医民医家庭的 它是山东通信行业的大楼 我看你一直很关注咱们的雅籍 你是陈博士的朋友是吧? 是北京的朋友还是济南?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和陈博士有过交际 有个交际 交际以后呢 他去年 这个 我出国之前 我到这来看他 看他以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呢 非常漂亮 对 他提起的事 然后呢 这个 我对这个地方 特别是海嘛 对 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山 湖 泉 对 我发现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地方的水非常好 对 我说我们可以命名他为仙女湖 对 我听陈博士说了 说你给命名的那个湖 叫仙女湖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那个风水也不错 风水也好 它这个藏龙山嘛 对 然后呢是一个座椅 座椅对 后来呢 我在国外 他又来做这个花卉这块 对 然后呢 我回来以后 我导完时差 我说我过来看看 看看啊 看看以后呢 和他交流一下 不通 你看这个规模还行吗 现在 他把这个盘下来以后 是这样 就是我和陈博士呢 也是开诚不公的 要和你就是 真心的来交流 对 那么 一个要适应我们这个环境 要接地气 对 如何为这个小侯家屯 如何为银滩 或者是 再往大的说 为卤山 或者说为维海 对 做出一个 有突出的贡献 对 有特长的贡献 对 对 而养花对你来讲呢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业 如果说想搞 那我们就要请一些 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对吧 比如说学圆林的 或者是学花卉的 啊 那么 我和李教授 我们包括这个这个李医生 我们几个呢 也在 碰撞 也有火花 对 我认为呢 就是 像 这几位 这个专家也好 学者也好 外语也非常好 对吧 对 我们应该呢 就是说 把我们的 渔生 或者说我们 这个退休以后 我们的渔热 对 能够为海事大学 做点事情 对吧 然后为这个学子们 然后呢 提供一些方向性的 指导 包括就业的规划 包括未来考验 包括甚至呢 就是说 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大学以后 国外的知名大学 嗯 我们也完全可以 给他对接 哦 行政链条 包括雅思啊 托夫啊 我的成绩啊 怎么来提高啊 你在美国应该有关系是吧 朋友啊 好多就是 肯定咨询我们很多问题啊 对 就是怎么留学了 怎么留下了 对 或者怎么在就业了 对吧 那当然这个层次可能要比国内的层次 可能要更复杂一点 对吧 就听你的讲的话 就是说咱那个 雅极的方向啊 你们就是碰撞了之后 雅极的方向 不仅极限于这个 为老年服务 还要为年轻人服务 教育 在教育这领域这一块 我言时空教育 不是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平台 对 对 平台呢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 老年人的服务 嗯 特别是银滩 这个地方 老年人多 对 汇集全国四面八方的一些精英 对 退下来的 人 我们这是一个服务的重点 对 当然这个要细分的话 就很多了 对 比如说 你想我的手机里边哈 就是留学生家长 未来养老 嗯 我们首选 对 维海银潭的十大理由 或者十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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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对吧 那么这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 对 那么我们为学子 为年轻的学生 我们提供 我们优质的一些思想 对 或者是资源 对吧 包括就是说 比方说李教授 是杭州师范大学的 对 那么他的研究生的医院 我们可以对接 对 包括南游的研究生医院 可以对接 对 因为对大王你这个 这个自媒体呢 我也非常关注 哦 谢谢了 然后呢也是对维海 对银潭 对鲁山呢 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哪里哪里 反映了一些民情 社情 对吧 这是非常好的 包括呢 就是说指导 或者是引导 这些老百姓 如何生活 包括刚才一位专家说的 这个外泰 端金缺两个问题 对吧 如何来杜绝这些事情 来提升我们维海 银潭的整个的人文 文化水平 对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贡献是大大的 那哪里哪里 这是我跟你说 这个维海人民 包括银潭人民 不会忘了你 对吧 我们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的 全国的 这些这个老老年人 退休的人 也忘不了你 对吧 好好好 因为王 因为美容 那里那里 我只是随便拍摆 包括我们的 昨天我们也谈到了 就是说 像我们在北京的资源 像国家专利局的一些专家 一些教授 然后呢 他们在做 其中有一块 就是人工智能的专利翻译的 一个就是 人工智能的东西 对 那么这些东西 对于海事大学来讲 外市 外市大学 还以前就是 外科职业大学 对 因为什么呢 这个是对 在翻译行业里边 是一个细分行业 对 不是说普通的翻译 都说哈喽 普通汪尼 不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二是说 专利方面的 一个标点佛数都不能错 对吧 那么这些软件 我们能不能把他引过来 引过来以后 比方说我通过我们的资源 我们谈 给他要 叫一百套 或者二百套 然后呢 送给我们这个 外市大学 让我们外市大学的学子们 然后呢 在训练这个 专利翻译方面 那么未来的就业 有所建树 对 未来就业 然后呢 到一些大的一个公司 比如说 央企业公司 它都有情报室 那么需要翻译一些 专利啊 科技文献 那么够快吗 对吧 这样的话 对这个大学有好处 对 我们北京 这方面专利 国家专利局 知识产生局 这些资源也有好处 对吧 以后我们外市大学的 学生毕业以后 对吧 除了考验以外 我们就说 所有的翻译公司 那么都是我们的对象 那厉害了 那这是一个 对 这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 那么专利技术的推广 是离不开专利翻译 尤其是人工智能翻译 这个软件的一个重要支撑 就是加速我们科技创新的 这么一个速度 提供更广阔的这种可能性 当然对于外市大学的学生来说 当然是一个福音 就是说 未来会增加它一个就业的一个 更高门槛的机遇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我在出国之前 我就是疫情之前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和西安翻译学院 就在中南山 因为当时西安翻译学院院长 正好是原来我的一个老首长 西安通译学院院长 退休以后到南区 和他对接 对接以后 全战略合作 开始专业 当然这个专业呢 可能课程设置上 可能有些限制 但是可以作为选球 对吧 或者是业余的一些课程 把它推进去 另外呢 又和南京游电大学的外语学院 然后合作 把软件一百套 这个是陈博士呢 当时代表我去的 因为我又出国了 去的以后送给我们的校长 当然我们现在的校长 杨振 杨振 杨振也是我们同学 全国政协副主席 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了 他就说这个事情很好 对于我们的学生 来在科技文献 在专利文献翻译上 那么可以说是助力负能 对吧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呢 我给陈博士说呢 就是包括李医生啊 李教授啊 我们几个在碰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资源 能不能就是汇集到 对 聚焦点 在孩子大学 对吧 让我们的年轻学子 对吧 有方向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 应该可以和大学的有关领导 可以对接一下 对 交流一下 刘老师在对接 我来帮他 完成 郝总的资源 郝总的想法很好 因为我毕业以后 也是在大学当老师 当了九年 对吧 然后呢 包括李教授也是 杭州十分大学的教授 对吧 这样这些资源 还是都是教外语 对 包括我们陈博士 也是科技外语 对吧 李医生也是 在外企工作很多年 然后呢 我们在交流 都通过英语来交流 对吧 对 那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就是 英语一角 英语一角 或者说是外事大学 外事大学服务的 学生的一个 延伸 叫叫叫叫 活动 试验基地 试验田 也可以 碰撞一些火花 我们做些沙龙 对吧 为他们提供一下 这个社会上的 包括国内外的 一些资讯 那就是很好 为他们走向世界 对 给他们提供 这个加速器 给他们提供指南